内裤和人体的私处有直接的接触 所以它的质量和卫生情况也和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 特别是对于女人而言,因为生理构造比较特殊,而且体质也比男性要弱 所以更容易受到细菌和病毒等有害物质的侵害,引起妇科疾病 一个十岁女孩染上妇科病的新闻让人揪心 医生表示,原因则是粗心的单亲爸爸给女儿买了内裤之后 没有清洗就给孩子穿上了,事后也是懊悔不已 如今市面上的内裤种类和款式都非常多,质量也参差不齐 大家买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 有一次在内衣店选购,店员就不小心说漏了嘴 这种内裤,他们从来不穿,很多人还买了给孩子穿 一,颜色鲜艳的内裤 大家平时会发现内衣店搞促销活动的时候,就会把便宜的内裤堆在一起 售价在几块钱到十几块不等,而且颜色也比较鲜艳 很多家长途便宜,而且孩子长得快 以后扔了,也不会觉得可惜,所以一买就是好几条 不过这种内裤所使用的染料非常多,用料质量也很差,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 劣质的材质和染料对丝处的健康不利 二,化鲜内裤 除了颜色鲜艳的内裤,还有一种内裤也不能买,化鲜材质的内裤 这种内裤的通气性很不好,穿在身上容易闷汗,会加速细菌的滋生 同时化鲜也是一种化学合成的材质,其中的成分,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选购和穿着内裤的时候,应该注意什么? 一,选用浅色的纯棉内裤 选购浅色的内裤能够有效地避免劣质染料,而纯棉的材质穿起来舒服,也更加透气,这样就能防止细菌滋生 二,刚买的内裤清洗后使用 不管新买的内裤有没有独立的包装,都要进行清洗后再穿,因为生产过程中也会沾染很多细菌和化学成分,而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,不清洗干净会影响健康 三,做到勤洗勤换 内裤最好每天换每天洗,这样才能避免细菌的滋生繁殖,侵害思处,而且最好是手洗 另外,每隔二负三个月,就得换新内裤,这样对四处健康也很有好处 以前都不知道内裤也有这么大的影响,一定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